大家好 我是双双 今天是7月9号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刚刚起来 然后我们家的傻小子 在我们家库房里磨面的 已经磨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大热田30度 走 看看下去 天气太热了 给牛打上风扇 看这牛 都在这趴着呢 老享受了 哎呦我的妈呀 烤脸的 看这藏药 真好吃 又死一滴 咋的了 堵住了 我们家这个螺片 这是要换呀 磨的磨的就堵住了 看那里边已经露了一个眼了 但是王先生就不舍得换 这牛吃起来是真快呀 看我们家爆米漏的 就剩这么几袋的 再磨一顿都没了 这是我老公刚刚磨的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一会儿磨出六袋子 又修好了 热坏了吧 整个满脑的满身都是 我刚从我们家库房回来 就待那么一会儿 我现在身上都湿透了 因为惦记着儿子 他在睡觉呢 我怕他掉地上 然后去看看他醒来醒 悄悄的 这小小的还在睡呢 我下四羊羊羊羊就活了一个 就我抱回来这羊串活了 嗯 那其他羊羊咬咋没活呢 昨天冷的了 不得死儿抱过去了 我又抱出去 我来回他不感冒 那一对 那羊下一对人 他给我说羊下没 前天说没下的 前天说眼瞅 那砸了个堂地的 完了 那男主我发誓言说 吓死了 那咋死了呢 别吓了 你老公 我也不知道 他长多高 我老公说他缠了 总跳上了 不刮那 啊 碰着了呗 趁的 羊羊也不容易 那一看上来 爷爷奶奶看了不像二十遍那个窗户弄了 还在看 听得好像哭了呢 你醒了 我家王伟伟醒了 不哭不哭不哭 你想干嘛 妈没听清楚 我接姐姐呀 那姐姐没放学呢 姐姐还得跳舞呢 姐姐得五点多 妈妈没喂牛 一会儿拌好料了 然后妈妈带你接姐姐 好不好 这就是二胎的陪伴 醒来看不见那姐姐不行了 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你看干嘛 你看太爷给你什么 好东西 给我我也要爷 给我一个我也要 哎嘿嘿 我有 你有啊 你很简单 太爷给饱了 谢谢太爷 儿子给 他吃多长啊 我也要 给我我也要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你吃饭 不口 还在磨呢 歇一会儿吧 别磨了 刚刚给他们拌碗料 刚刚给他们拌碗料 十八袋草 我们家这牛越来越能吃的 这明天又要打草了 这些草够明天早上一对的 老公 你变白头发老爷爷了 看我摆得齐不齐 这都是我们一瓶三十头牛 一会儿要吃没的 九袋 一顿要十八袋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二十 我刚刚拌完饲料 然后跟大家唠唠嗑 我们家的浓缩料又涨了 从原来的美头牛 每天二斤四两的浓缩料 变成了二斤六两 然后浓缩料加了二两 玉米面美头牛 从三斤半加到了三斤八两 现在这个阶段 虽然是天气比较热 但是我们缓慢的往上加 不吃不涨啊朋友们 现在我们家美头牛 每天的日量 精四料核算成本 是十块零八毛 甘草的话 六到八斤的甘草 大概是两块多钱 每头牛每天核算成品 就将近十三块钱了 朋友们 六十头牛啊 每天六百多块钱 这也只是初期 小牛阶段的成本 等到大牛的时候 每天就得十几块钱 到二十几块钱 到育肥后期的话 如果我们今年的 饲料比例大 每头牛每天 就要核算到三十多块钱 因为我上皮牛 每天都核算到三十块钱了 压力三大呀 好了 话不多说 开始喂牛 推料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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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